我今儿带你们看一个 特别变态的车子 有人说它美 有人说它贵 有人说它是国产怕美 然后更多的人问 它到底能不能败 那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能不能买 就看你自己的想法和需求了 这个车真的很变态 五米车长 三米轴距 整个一个大列装的车型 能装向你基本上所有的梦想 而且我跟你说一下 你知道吗 这台车整个在 2022年卖了71,000多台 那在12月份的时候 真的是按照 赛斯电正常上下班的时间来算 它每一分钟 就会消一台出去 那这个车 30万级别的国产 新农员能卖到这个级别的 你可敢相信 那这个呢 就是极客001我跟你说啊 这个车 目前我自己身边就有好几个朋友买了 知道吗 像我们这样的人 其实是有两个级别的 一就是车好不好 我说好 你问我买不买 我不买 还有一个就是车好不好 我一样说好 但是你问我买 买不好意思 我已经买了 就这个车 我身边真的有好多的车名人 他们都已经买了 那这个呢 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 就是 他已经把空气悬架的价格 降到31万左右了 2023款的这个 你已经可以去入手了 那我为什么说 这个车到底值不值得买 要看你自己呢 第一 目前我国的新能源车型 还是免税的 但是据小道消息说 明年开始 它也是免税的 不过免税的额度就在三万以内了 如果超过三万 不好意思 您需要自己付费了 那这个钱 对于很多买新能源的车主来说 是不是就是一笔不费的开销 那再来看一下 那这个车呢 有人说它的车机很烂 这个事呢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也承认 因为那个时候 我确实也看过这个的车机 它确实是有一点慢 反应不是那么快 但如今人家也是高通 骁龙8155的芯片了 就我这样随便的给你拨一拨 什么灯光啊 充放电啊 Zik AD啊 安全保障啊 这些它也都很顺滑了 那这样的车 其实它在内部来说 特别像一个精装房 您看看 这触手可及位置的真笔 然后这种绿色的红红线 这个位置是三毛皮的 就是这种车呢 握上去手感又很舒服 坐起来赛车的桶装 一体式作业 就是列装车 一定要有列装车的风格 开出去就是一定要好看 这个位置 有没有点像飞机驾驶舱的那种 急事感 它这个换档机构 我是很喜欢的 就是很小巧 而且呢 它下方这个位置 就特别像是小水晶 我觉得女孩看了 应该都没有办法去抵抗它 那再带你看一下 这个车的外观啊 这个车呢 你想想一般百万级别的车 它都有电锡门 这个车人家 也有 甭管您是30万还是40万能这样的 而且它还有一个自动开门的功能 这些的话 你要是说新能源的智能化上 没毛病的话 那这个车是不是给你配的就更多 终于来到了国产帕美的大前脸 帕美这个车是我特别喜欢的 而且去年的长春起播会上 我的女朋友就来找我了 说他要买一个帕美 最后买了一个帕美混动回去 他给我的理由是 多数的这20万是因为省油 他这个车不用油 直接咱们就纯电 而且只要30万 也就是说你差的那个金额 我基本上就可以提台 极客001回家了 那现在就会有人说 那到底是买它还是买特斯拉呢 因为它跟Model 3是一个竞品的级别 那我先说一下 不管这台车官标的续航 以及特斯拉Model 3的官标续航是多少 曾经有专业的机构对此进行过 鉴定 这个车的话呢 它的百公里加速是没有Model 3快的 因为它沉 那它沉的原因是什么 它放了一个大的电池包 它的电池包有140千瓦时 那这样的话 这台车目前2023版 据我得到的消息 它应该是纯电已经超过1000公里续航了 那真正的在非1000公里续航的版本上 就是都是这种后驱的低配的 和Model 3来做比较的时候 它的百公里加速并没有那么快 但是它的续航足足比Model 3快了 100公里 多了100公里左右 那这个怎么选 我想你应该知道了 我 neighborhood 我认出这种故事 我知道了 12&192 leads 和Model 3 4 4 6 6 7 8 10